Hello 早安 昨晚做完眉針做顏後 今天你會看到我樣子有些腫腫的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做完眉針後始終會有破開 現在需要一兩天的修復 其實我明天就開正常化妝 因為我有全修復面膜 今天為何要跟大家說好呢 我借著這個 即是晚上做完眉針的第二天 平時正常我會爽敷水 我用HC的爽敷水 這個是24K的 我喜歡用它因為它是孕婦用得 而且精華比較純 不會刺激皮膚 接著我會用它的肌底液 平時我們就爽敷水 肌底液 日後我不會塗太多精華 平時晚上可能我會塗兩三種 好像這隻膠原 我都是放在夜晚用的 夜晚用的 通常我會塗一個比較清爽的精華 這個就是HC的菊脈 玻尿酸的精華 它比較水狀 我建議日後不要塗太多 去負荷皮膚 令它負擔過重 應該輕一點 但因為做完眉針之後 我覺得用的產品一定要夠順 否則你塗什麼上去都很不舒服 很難塗的 最近我收到一個產品 在韓國的 我自己很有興趣試它 所以就要求那邊幫我安排一個 機器給我試一下 好像這一枝 它就是一個噴霧 其實每一個牌子都有不同的名稱 好像這一枝 它不是叫爽膚水 或者通牙的 其實它 但是它用法 它是放在爽膚水的時候用的 我自己試過它很舒服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覺得懶人 真的適合快 是完全很順 因為這個牌子 我了解了它這條拉 主要是舒緩降噴 很適合做完眉針之後用的一個護膚系列 它這個叫MISS 它好像一些噴霧 保濕噴霧 但是它這個牌子建議 這枝是洗完臉之後第一用的 我覺得它是好像爽膚水一樣用的 然後它就是有一支Gel 有一個精華 它的Skin Gel是放在爽膚水之後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Skin Gel 首先它的包裝我覺得很清新 我們香港天氣還是熱黏的 所以是很適合 我發現這個系列是很適合一些 喜歡清爽 還有如果皮膚混合性肌膚 或者是油性過性 可以選擇這個系列去試一下 很好用 我覺得它佔在肌底液的那一部 其實肌底液是幫助引流的 而爽膚水是在皮膚很緊緊的時候 即時叫醒肌膚去吸收的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爽膚水才是肌底液 也有些人覺得應該是肌底液才是爽膚水 我覺得這兩個步驟是不太重要 即是真的反過來也不重要 好了 之後它會有一個精華 但每一個牌子的精華 好像HC都有精華 它不是透明狀 不是水狀 它是奶油狀 但你一開它就是精華液體 完全沒有白色的 很清心 完全不辣 很舒服 我昨天做完微針來說 我自己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用在日後 當然每個人的皮膚狀態不同 其實晚上用它 你問它夠不夠膩 其實如果皮膚屬於油性或者混合性 是絕對夠的 我現在要試試 因為我皮膚屬於乾性幾乎 我自己一天試試它 還有呢 做完微針的 應該叫做傷口微合 還有微針是幫我們打開 要吸收東西的 所以我現在塗什麼上去 我都覺得它是不會過膩的 讓開給你看看 然後就要塗防曬 我覺得可以建議去塗這個素環霜 如果有看我介紹的話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每一個素環霜的特性 現在進了冬 即是秋涼 我建議 用一點滋潤度 現在是一個尷尬期 我正在用HC 油性肌膚可以繼續用V7 如果是乾性肌膚 可以 現在暫時我覺得可以用 Aploskin 或者甚至乎是用 我自己11月才會用CO 還有塗塑膚 或者可以點點點 因為做完微針第一天 我們不建議化妝的 就算你多強的舒服 我都不建議 因為其實為什麼還在腫 它是在修復 它要一個這樣的復合過程 是要先腫了 當日它燒了水腫 其實它就修復完了 那最好就是 譬如我昨晚做完 今天 我明天可以化妝 或者是後天 那我自己一般做完微針之後 第二、第三天我就會化妝 那其實我明顯看到 立即乾亮了 白淨了 那我建議一定要塗防曬 因為送眼霜是沒有防曬的 因為送眼霜是沒有防曬的 還要塗在這些位置 因為我呢 這些位置特別容易起斑 其實起斑 皮膚是幫你起了一個保護碼 提醒你 要防穴子外線 所以它要再做多個深色力預防 那我覺得它這個噴霧 爽膚水狀態用的呢 是非常好 像我們現在這樣覺得乾 都可以再噴它 這個我今年呢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 新的發現的產品 好吧 介紹給大家 其實它還有一個晚霜 那我也跟韓國了解一下 它這個牌子的詳細資料 再跟大家介紹 拜拜 要上班了 要上班了